曼聯新聞一分鐘 福仔狀態提升中 這節是Manchester Evening News的報道 福仔說他的狀態已經慢慢提升 雖然他自從1月15日對狼隊的球隊受傷後 已經沒有再踢足球 初初以為這個球櫃也不用預算 但上個月剛剛有消息說 曼聯這條團隊一直看著福仔的傷勢 好轉得好快 但是福仔現在說 他最大的障礙並不是身體上的復原 因為身體上復原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在BD Sports剛剛問他 未來三四個星期如果可以踢球 你能否踢到 福仔說我現在盡量令到我的狀態好 但現在最重要是心理方面 因為太久沒有踢球 現在又不知道何時才踢球 心理狀態現在是最難控制的 所以我現在心理方面盡量接受一些輩導 只要何時有VOTAC 我就預備好了 剛剛好1分鐘 大家記住 今晚8點9還會在萬聯新聞1分鐘有直播 萬聯新聞這麼好看 你不是還未訂閱嗎 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什麼態度 我一向都是這樣的 那怎麼辦 不要來吧 為什麼你無論如何都要來這一攤 我欣賞他 把握黃金10秒 記得留言、LIKE、SHARE 成績 更多刺激 分成績